Hobby Game 大家好我是Hobby Game的MS 今星期的玩具開箱就是這盒 Kerolo雲第二彈Tamama Robo UC 這個Tamama Robo UC同樣可以做三段的變形 至於駕駛者當然是Tamama二等兵 這個機體可以說是Kerolo小隊UC系列入面 屬於力量型的機體 主要都是在前線作戰 左右手的裝甲會因應不同模式而作出變化 我們先由這個Normal模式開始看 它的設計上跟Kerolo logo UC有點相似 事實上它是以機動戰士Gundam UC入面的 Unicorn Gundam 2號機布丧女繞為藍本來設計 至於駕駛倉方面 仍然是在機體最頂部位 玩起來可動性都頗高 武器方面除了盾牌之外還有一把激光槍 激光槍的設計就跟回Kerolo的世界觀 第二個形態Ultra Cool模式 其實就跟這個Unicorn Gundam的特徵相似 在機體的前面就有一隻大型的角 跟Unicorn 更能做過呼應 武裝方面也跟普通模式一樣 最後的Dangerous Mode 就是在機身前面的大角張開了 好像Unicorn Gundam的Dangerous Mode 除了可以看到它的膝部也會有伸展之外 肩膀也多了一些裝甲 而最重要的就是 左手也變成一個巨大的爪 右手也變成一個強力的編炮 跟Unicorn Gundam的布桑女要非常相似 當然不少駕駛艙 跟Kerolo一樣 擁有一個獨立的駕駛艙 裝上機體索義想附送的武器 亦都可以把它變成一個 好像古代生物的形態 有巨爪和邊木牌 攻擊力也大大提升 今天的介紹就到此為止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Hobby Game 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Like我們的Facebook 又或者來我們的網站 看看遊樂資訊 下星期再見